战犯改造所见闻 审罪援助 4. 问题交不清 黄义公闭嘴 搞垮共产党 张国焘吹牛 话少心事多 这是一些审讯人员对军统大特务黄义公加上的一句不完全正确的评语 黄义公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被送往苏联学习 他是去苏留学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当时 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设立 他是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三年回国 在上海担任过共产党上海户纪会的负责工作 不久 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去判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 因与共党组织失去联络 便在马路上遛打响找熟人恢复关系 正遇上叛徒王克全 将其秘密从租界逮捕解送南京 王克全原为共产党江苏省省委 并代理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被军统逮捕后叛变 代理特意把他派到上海工作 担任军统 开始为复兴特务处 上海特区行动副组长 专门在上海绑架和逮捕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先后经他手抓到的上百人之多 黄义公与张国焘半训练班 黄义公送到南京后 不久急叛变投向国民党 代理派他为武汉禁烟督查处科员 这是一个名义上禁烟 实际上贩卖鸦片烟 以所得的巨大收入作为三省搅供经费的特务控制的机关 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 之身在继黄陵时逃出陕北后 蒋老先生便把他派到军统局工作 代理认为黄义公一向表现不错 就派他去任张国焘的秘书 张为了想大量派遣军统人员去陕甘宁边区工作和打入共产党内部 建议代理在重庆瓷器口洗步堂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由代监主任 张国焘兼副主任 副实际训练则任 张在军统局的本职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 对外的公职则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 黄义公则被派任训练班教务组长 这个训练共办过两期 训练半年 每期由军统其他特务训练班挑选优等生150-60人 进行特种政治训练 主要是由张国焘主讲如何打入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 以及共产党内部和红军的情况 第一期训练完毕后 张又建议 在榆林 汉中 耀县等对陕甘宁边区成立许多机构 一面搜集情报 一面通过这些据点派遣受过特种训练的学生分批打入边区 从1940年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这些学生能打入边区的共产党内的听说只有百分之击 黄义公为了执行张国焘的搞垮共产党的政策 一度去榆林当过军统局的战长 结果搞了好几年 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张国焘搞垮 连在延安建立的延安族也屡见屡败 一部电台都派不进去 只好在洛川县设立一个延安 加上一部名为延安 实际在洛川的无线电台 张国焘由于只上谈兵 在军统越来越不吃香 黄义公也常遭到戴笠的责骂 受毛仁凤赏识与叶祥之合作 抗战胜利 戴笠死后 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毛仁凤认为黄义公不但在共产党内是老资格 而且跟张国焘合作多年 对反共有一套 所以把他派在保密局第二处任副处长 主管对共产党和心理作战 以及收买拉拢共产党的策返业务 黄对这两科的工作既熟悉 又十分卖力 不但二处处长叶祥之不讨厌他 毛仁凤也气重他 叶祥之这个人在军统局的资历不深 是抗日期间由他老婆的哥哥李重施推荐给戴笠的 戴对浙江人和相友好感 加上李重施的关系 所以给他当了军统局党政情报处的一个副科长 他比我大一岁 他出进军统局时我已当了处长 但他官运亨通 很快由副科长升科长 不久就升为副处长 保密局成立 业已当上了处长 黄义工的资格比业老得多 但对业一直表示服从 所以才相安无事 等到1949年1月间 蒋介石宣告退休 李宗仁代理总统 蒋老先生乃只是毛仁凤 保密局全部工作不能让李宗仁过问 仍由他直接领导 但为了应付戴总统 由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另成立个保密局 徐志道任局长 调一向有贵戏友交往的林超为副局长 把黄义工调去任业务处长 由徐志道推荐他的亲信纽电臣为总务处长 全局只设这样两个处 由三四十人 没有外勤组织 两个保密局终于生摩擦 当时 一般人对这两个保密局 一个叫毛济 一个叫徐济 开始一两个月彼此相安无事 徐志道向国防部领导的全部经费也如数交给毛仁凤 在由毛仁凤发给徐主持的那个有名无实的保密局人员的心想 只不过多发一点特别费给徐志道 让他安心当傀儡罢了 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 过了不久 徐志道便借口没有外勤组织 带总统交给他办的事无法办 想从毛仁凤手再分一些外勤单位给他 领导的经费也扣下一部分不交出来 毛徐之间便产生摩擦 毛仁凤却错怪在黄义工身上 认为黄义工没有遵照他的命令 不想当空投业务处长 所以制造纠纷 等到国防部从广州逃到重庆后 黄义工眼看大势已去 重庆在不能起到抗日战争时长期安全的作用 便向毛仁凤恳求让他去台湾 毛仁凤坚决不答应 所以当重庆 成都相继解放后 黄只好带着老婆孩子随同一大批无法飞台的中下级军政官员向西康逃去 还没有到达西康 便在川康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大群土匪 这是专门拦截逃难的官员和老百姓的 他们抢劫的手段非常彻底 对所有的男女老少 连抱在怀里的婴儿都将全部衣 裤 鞋 帽筒筒包光 一丝不挂 才肯罢手 土匪洗劫手段极为残酷 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时 男人光着身子跑还不在乎 女人能拾到一只破草鞋遮挡一下下身就算是走运了 有些十几岁的女孩 吓得赤裸身体随着大人们跑了两三天 才遇到一些妇女的施舍 能得到一块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 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 黄义公也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样 弄得妻离子散 人才两空 因为那些冠匪对洗劫逃难的人有一套办法 他们往往集结几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环山的地方 当难民们进入他们的圈套内 便一起呐喊 四面鸣枪 等这些丧家之犬惊骇的不知所措时 才先从山上走下一批人来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开 先从男的下手 稍有反抗 便用杀鸡警猴的办法杀掉一两个 再人各一个的叫把手上提的 肩上背的东西放下 将衣裤等全部包下 一丝不留的包完一个赶走一个 因附近几十里都是荒无人烟 不走的便用主板抽打 由于土匪怕这些人留下后等他们全部下来搬运东西时和他们拼命 所以包完一个赶走一个 等男人全部包完才对付女人小孩 他们怕女的看到包男人衣裤时 趁机把贵重细软物品塞入阴道或头发内 所以在包女人衣裤时 连姻道内都要伸指头进去探索 并尽情轻薄一番后 才一个个赶走 小孩在包光后 准其母亲抱走 据说这种抢劫办法最彻底 当然也最残酷 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训 黄义公是最先被包的几个中的一个 他朝四川方向跑了两天多才遇上解放军先头部队 在盘查时他自曝身份 立刻受到了优待 发给了衣服鞋帽等 不久就被送到重庆西南军管会的嘉陵大队 这是一个专门收容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官员的 地点就在军统局骚司场办事处 原来军统重庆特训班的一批房屋内先后收容了近一千名左右 初期管理很松 有家在重庆的还可以请假回去住一两天 没有家的也可以请假去城内看朋友买东西 后来因跑掉了几个高级军官 才一步一步的严格起来 等到抗美援朝战争发生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便更加严格了 除对一些下级军官审讯查明证实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监督管理劳动外 职位高的分别送到一些监狱 黄义工便被送到白宫馆援军统局重庆看守所 和我与徐原局 周扬浩等一起交代过去的问题 交代问题的两种态度 最初 我们一听到要我们交代过去所干的事 都认为这一辈子也交不清 交不完 以我和徐原局 周扬浩来说 都记不清楚这是多年中究竟抓过 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 慢慢的才知道只要不故意隐瞒 记得多少便交代多少 我和徐原局的态度和想法都是一样 认为要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行为来办我们 杀一个也是死罪 杀一百一行也是只能死一次 不如痛痛快快的记得多少全部交出 一些审讯我们两人的法官都称赞 我们是竹筒盗豆子 全部盗出来 当然我们记不起的事也不少 如徐原局在重庆解放前夕 把关在白宫馆和渣子洞内 所有共产党员 民主人士 爱国青年 甚至联军统特务因违反纪律官 在里面的都一个不留的杀掉了 我在昆明一次抓过四百多人 秘密杀掉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战的参讯班的学生 这么多人我们能记得姓名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 数目也不准确 但只要肯承认 别人提出来自己回忆 认为对的便承认 不对的也可以不承认 反正审讯时不用行 不打骂 顶多批评一句不老实 所以我和徐原局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周扬浩是学法律的 他交代问题便自真俱拙 能推卸责任的尽量推 如他最后在重庆担任保房处长时 把该处逮捕囚囚禁在新世界饭店 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 在担任军统局西风监狱主任时 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 军委车要先 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卫林等上百人 他总是我奉命怎样怎样 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都是奉命而行 这样一来到反给自己添了麻烦不少 虽无血债但问题严重 黄义公的问题和我们不同 他没有什么血债 但他问题的严重性不比我们小 主要是他和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 在一起工作多年 对共产党搞打进去 拉出来那一套 虽然蒋老先生和戴力 对张国焘的工作大大不满 戴力到最后甚至当面 则斥张专说大话 成绩毫无 因为张自炊可以拉垮共产党 他过去曾经自立中央 与毛泽东对抗过 又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的代表 不论资历 声望 自信有办法把共产党拉垮 或使共产党内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 结果几年时间中 除了从红军中拉出 曾任过红军团长的朱春荣等少数中下级干部外 重要的干部一个也没有拉出来 但究竟打进去了多少呢 这是共产党急欲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跑了 黄义工与他工作多年 便只好找他来交代 黄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 对张搞得知道的并不多 所以交不出来 审讯人员问到时他总是不回答 因为答不出来又不能乱说 说出的话马上就会去查队 编造的东西立即会拆穿 与其说假话还不如不说话 他不但是老共产党员 还去苏联学习过 懂得的比我们多 所以他便采取宁可不说 不能乱说的对付办法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许多审讯员认为他话少心事多 怕说或不敢多说 但时间久了还是弄清楚了 不是他不老实 实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 因为军统特密任务多半只有纵的关系 军统一大堆人被俘改造 1949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 有不少相互移对证 便渐渐知道军统局在工作中有一套办法保密 就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便有不少 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 胡平汉 张柏山 训练处正副处长郑西林 李修凯 电讯处副处长董一三 经理处长郭旭 总务处长程西超 人事处人事行政黄康永吉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 外勤区占长等就更多了 卢文强 张威涵 董世丽 徐宗瑶 行森周 岳竹远 黄毅夫 饶林 沈靖康 王乐坡 程骏 马策 毛宗亮 王一新 刘飞 李俊才 陈旭东 刘茂新 陈达 李仁氏 徐孟秋 袁小轩 薛仁安 徐靖元 郭宗瑶 曾坚 蔡慎初 李汉元 廖宗泽 何继元 东方百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 彼此参政一下 便不难把问题弄清楚 我记得当战犯管理所刚一成立 黄毅公也被挑选来的时候 他如是重负的一样 很高兴地对我说 我总以为我这一辈子也讲不清楚 想不到还会有此机会 可从那以后 黄毅公的话就多了 他是安徽同城人 同城出文人 而且自成一派 黄毅公是深度近视眼 他写强暴时往往写掉了字 有时在抄写时甚至抄漏一行 念起来便不通顺 他又不叫对一下便贴了出去 一些爱开玩笑的便说 同城派的文章便是这样 有时叫人看不懂 黄毅公是得了这一派的真传 多少年以后好让人去琢磨研究 那时才是一字千金里 麻子方静怕说同麻 刘家树上侧欲女鬼 北京战犯管理所第二组的同学 一提起上海小开 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老好人 这位被人过去在被地里称为 方麻子的方静 我和他同族有两三个月 他从来不批评人 遇到别人挨批甚至同组的黄毅 还在想学文天祥的时候 在组内以及使命都来批判黄毅 这种文天祥思想时 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怕别人 说他袒护老长官 他可能还会调解祸西尼 方静少年时 他父亲在上海开一盘小木器店 上海人称呼商店老板的儿子 不向别的地方称为小老板 或少东家 少掌柜等 而是称为小开 所以知道他的出身的同学 都叫他上海小开 在上海当小开 大都是很舒适的 可以靠着父亲开商店赚钱 自己便吃喝玩乐 我第一次和他聊天时 便问他为什么不当小开 而进黄埔军校 他告诉我 他家开的木器店常常受人欺舞 特别是一些穿二十五的军人 更是蛮不讲理 一句话不对便打人 骂人 他看了实在不是味道 所以便气伤而从军 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毕业后 一直兢兢业业 从牌 连 营 团长 晋升到七十九军军长 在陈诚系中 他是属于稳健派中的老好人 七十九军是1947年上半年 在四川卢州一带接收的四川新兵组成的 该军统帅九十八 一九四 一九九三各师 每师有六七千人 装备相当齐全 士兵虽多系新兵 但干部大多数是陈诚十八军系统的 都有些实战经验 1948年 这个军调往川北的玉口 万元一带 后来又调往安康 不久便奉令越过大巴山脉 进出于沙市襄阳公路一带 1949年 该军波归十四兵团司令 宋西连指挥 徐邦会战中奖老先生 原来也准备把十四兵团投进去 因当时主持华中角总的白重袭反对 这个兵团才没有调去 当时宋西连告诉方靖 华中方面 只有些土八路 没有进攻能力 目前解放军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 蹦步一带 所以他命令 79军应暂时住在京门附近 待命行动 只要方靖把该军的炮兵 迎先开到南岸的公安县 方靖回去后 马上把炮兵营开来杀士过疆了 宋西连和方靖都认为 京门不会有什么战斗 也就没有做好什么准备 可能这一情况被解放军方面知道了 就在1949年2月3日天还没有亮 解放军江汉军区的几千装备 很差的部队突然向京门袭击 一开始就把京门东端要地文风塔占领了 方靖闻讯急忙爬起来 以为是解放军大部队自天而降 慌慌张张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 1940师长公传闻不赞成 认为这样慌张突围 部队大都是新兵 必然散乱 无法收拾 有被消灭的危险 他主张固守呆员 并立即亲自率领一个团反攻文风塔 由于解放军人数不多 马上就撤走了 文风塔被收复 但方靖仍然坚持要撤出京门 命令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 这些为数不多的解放军 要攻克京门是不可能的 但对从京门慌忙逃出的部队 埋伏在一些要点上来 维艰没有攻势防御的行军纵队 还是很为有力的 所以当该军冲出京门后 便被扶在一些 显要处的解放军结成数段 打得七零八落 一个军除了1990的主力系 由兴山经水路运到松资一带集结 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外 其余的全部成了俘虏 连军长方靖也没有能逃脱 在战斗刚起时 方靖向宋西连集电球员 宋副电要他固守 由于方匆忙撤出 这一副电还没接到 他已律步撤出了京门 等宋西连亲自带兵赶到 距京门三十华里的团林铺 并指挥第二军 二九八师立即向京门增援时 已得到情报 京门已被解放军占领 方靖下落不明 宋西连便亲自督队在沙香公路 一带收容79军残布时 一九四师师长公传闻还带出一部分部队 宋便叫他收容整理 并命他代理79军军长 因舍不得美貌太太不想死 方靖在离开京门不远的地方 被人数不多的解放军 平显围住后 本来可以和军部的特务营一道冲出去的 但他犹豫了一下 随在他身边的人大都跑掉了 等到他感到围困他的敌人并不太多 完全可以打开一条路的时候 转身一看 只剩下一批无多大战斗力的后勤人员 和混乱的一些队伍了 所以在一阵大喊 优待俘虏声中 他命令部下都放下了武器 解放军喜出望外地 这么轻而易举地 竟活捉到一个军长 便连忙对他很优待 护送他到了江汉军区指挥部 他没有像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样 在被俘前一刻举起手枪自杀 也没有准备反抗 据他自己说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过去每天晚上 从收音机中偷听新华社的广播 听到过过去的同学 同事中 许多高级将领在被俘后的讲话 知道解放军和在江西时的红军不同 红军活捉了十八师师长张辉暂事杀掉了 而解放军活捉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 没有杀过一个 还放回不少中级军官 所以他不必自杀 二是他不但是麻子 而且身材瘦小 真是其貌不扬 但他当了军长后 原配死了 后娶的太太是一位只有二十多岁的漂亮四川小姐 比他小了差不多一半 他非常喜爱 认为是生平最满意的大事 而且那个女的看到他是魏堂堂的军长 虽不是十分情愿 也认为不错 两人感情相当好 他估计 既然解放军说优待俘虏 不久便能与家人团聚 所以也舍不得死掉 计会人家说麻 有柴盲解围 我到北京战犯所编入第二组后 发现方静计会别人说麻 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 自己是辣厉头 连别人说一声亮了都要生气 而同组的谈道善却有时故意逗他 我很快就发觉了 有天起床后 谈向窗外一望 便故意大声说 又下麻麻雨了 方静的脸立刻通红 王耀武一向善打圆场 便补上一句 你们湖南人为什么毛毛雨都分不清 我一向不但不怕人说我面上有麻子 而且自己常常嘲笑麻子 因为我认为 这脸上长了麻点 又不能像秃头一样可以戴顶帽子遮掩 这是想掩藏也掩不了的地方 还不如自己说 免得别人嘲笑 我听到王耀武打圆场 便替谈道善补充一下 我说湖南人一向把毛毛雨叫麻麻雨 或麻风细雨 形容他密密麻麻 比毛毛雨更确切些 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只有方静的嘴撅了起来 我知道别人说他 多少有些不便 我想借我自己说自己 这总没有什么机会 在吃早饭时 王耀武问我 前几天我在强报上写的一篇 看过长征路上电影后写的诗 问我为什么对诗有兴趣 我告诉他 我母亲是参加过南社的女诗人 所以对诗从小有兴趣 当他问我读过的诗中 哪些人的诗最有印象 我说了杜甫 李白 等等后 还说 结合我脸上的特征 我认为前人有两句诗 我十分称赞 许多人都认真问我是哪两句 我说这是赞美我漂亮的好诗 这话一出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 那么前人为什么会赞美你呢 我笑着说 请听吧 不是君家容貌美 老天何故乱家圈 这不是在称赞我漂亮 连老天爷也给我打了不少的圈吗 此话刚出口 有人连饭都喷了出来 我说我坐牢后 一直认为这两句诗太好 我也写过两句 喜剑狱中春到早 求人满面是梅花 我自认这是得意之作 正当大家都笑个不停时 方静一语不发 悄悄地溜出去了 笑一笑 少一少 愁一愁 白了头 有一天 同组的七十三军军长韩骏 笑嘻嘻从外面端着菜盆进来 给我们分菜准备吃午饭 有人问他笑什么 他说 刚才各组织日在等分菜时 不少人都说笑话 还说什么笑一笑 少一少 愁一愁 白了头 我想起他们说的笑话很好笑 所以一路笑进来 我连忙接着说 是应当多笑笑 轻轻松松 人也舒适些 同组的另一位湖南老乡苏本善 他本来是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随城前起义后犯了严重错误 被送到北京战犯所来改造 按他的行政级别 不够到北京来 但为了照顾他是随同起义的 所以也留下来 他也爱斗方静 但怕方生气 所以没有我有条件 方静很喜欢与黄埔毕业的霍江苏同乡等 认三同四同 如果去是黄埔同学 又同在陈城十八军系统同过市 加上在战犯所同改造 以及同在一个组的 便认为是四同 有天他在和别人认己同时 我在旁边插一句 我们两人也是三同 他愣了一下 我说 一是同在北京 二是同一小组 他还没有等我说完 便抢说一句 你又不是黄埔的 也不是江苏人 怎么能数得出三同呢 我仰天大笑一声之后 便直指他的脸和我的脸 还有同麻 这回他可真的生气了 我只好保证不在 在脸上这个突出的优点上 和他开玩笑 他才把愤怒改为沉默 刘家树夜半上侧 与女鬼几乎下婚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有空便东窜西走 又爱说笑话 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 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 有次为此而犯错误 要我在小组的生活会上做检讨 说起来也怪 我在不到十天内 听到两个人不约而同的 告诉我同样一件怪事 有一天刘家树告诉我 他夜间上厕所去解大便 几乎把他吓昏过去 这里先得说说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厕所 解大便的地方是一条四米左右的直沟 两个人蹲下去都是背对背 或是面对面 不能同一个方向 可能由于过去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去上厕所 蹲上两个 顶多三个人 还可以互不相爱 自改成战犯所后 这些将军们大都是一起床 便有上厕所解大便的习惯 就不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轮流来 而是蜂拥而去 每次至少四个人 因为相隔太近 高个子 特别是一些年高而得少的调皮鬼 如汤瑶 范汉杰等 他们只能蹲下去大半个身子 这样往往把屁股瞧得高高的 蹲在他们后面的就得提心吊胆 赶快解完就走 因为只要这些居高临下的稍意不慎 大便下来就会擦着后面的人 急迟而过 遇上急息时 那就免不了要见到后面同学的背上 腰上了 刘家树过去患过外治 曾在长沙湘雅医院动过一次手术 后来又患了内治 解大便不但慢的惊人 就是蹲下去和站起来 也是要花很大气力和很长时间 因为他胖得很 肚子大的像要临盆的产妇 他最怕那些缺德的鬼仔子和他被对背上厕所 便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起床把大便结好再睡 他只要一到上床 就呼呼地睡熟了 这样完全不会影响他的睡眠 那天 他照例在深更半夜去上厕所 他进去后慢腾腾地蹲下来 这时厕所内只有他一个人 不久 他忽然发觉背后似乎也蹲了人 他急忙回过头去一看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怎么和他背靠背蹲着的竟是一个 梳着民国初年式样的巴巴头 穿着也是那里流行的大圆角的上衣 雪白的大屁股露在外面 也像是在解大便 这一下把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一下 他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女人 肯定是个女鬼 正当他吓得满头大汗 快晕倒过去时 忽听到胡同发出啪哒啪哒的 拖着鞋子走路的声音 他才胆大起来 但还是不敢再回头去看 鞋声越来越近 原来是牟中恒起来倒便壶和解小便 因为管理所对一些年纪大行动不便夜间小便又多的 都可以领到一个小便壶 以免夜间起床太多影响睡眠 牟中恒是小便最多的一个 他白天一次都不解 一睡上床小便就来了 有时一个便壶都成不下 还得起来倒一次 那晚正好他出来了 他一进厕所刘家树才敢回头 一看那个女人没有了 他便问牟中恒刚才来时 看见有个女人出去没有 牟中恒睡得迷迷糊糊 只看见有人从厕所出来 是男是女根本没看清楚 他这一回答 刘家树便证实了自己是看见女鬼了 他这时连战都站不起来 牟中恒废了很大气力 才把他扶起 他把这一经过告诉我 并说再也不敢夜间一个人去厕所 宁可让那些缺德鬼把大便见到身上 天下事说起来 也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听了刘家树讲过夜半遇女鬼的事不久 有天又有一个湖南老乡 新武军军长陈琳达悄悄告诉我 昨晚他起来小便 回去时看见专做学习的那个胡同口 有个穿民国初年式样大圆脚上衣的女人向里面走 她咳了一声就不见了 她要我夜晚少起床 肯定是个女鬼 并再三叮嘱我不能对别人讲 免得犯错误 我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的人 我年轻时在上海搞特务工作 把在租界内绑架到的共产党杀在自己住的屋子里 一两天没有把尸体弄出去时 我照样回去睡 从不相信人死了会变鬼 但经过这两位老乡不约而同的告诉我 这一基本上相同的半夜活见鬼的情况 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 就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 甚至悄悄地到学习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 一连几页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 但我却想起一件与女鬼有关联的就是来 转述鬼故事被扣帽子 抗战胜利后 我是负责清理军统在各地接收财产的人员 我在当时的北平清点时 发现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碧辉 的一个钻石手镯是假的 我估计一定是管理的人换掉了 因为以川岛芳子那么大的一个有名的日本女特务头子 绝不会戴假钻石手镯 便去囚禁她的炮局胡同监狱审问她 她也说不是她原来的 由于涉及到另外两个日本女间谍 她们是囚禁在龚德林监狱 我便到这个监狱提审她们 顺便视察了一下监狱 我模模糊糊的有过这么一个印象 现在做我们学习式的胡同 就是当年的女监狱 再结合有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告诉我 看到了女鬼 我哪能忍住不说 便先和几个老朋友谈谈 有的相信真有鬼 并说可能是几十年前冤死在这里的 现在还出现 也有的不相信 但对这种稀奇古怪的事 总是很快会传开的 不久便查出是我散步的 因为有些胆小的夜间 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像庞敬堂这些文人 一听见说有鬼魂出现 生怕她来找自己 相反有些爱风流的 却又希望能遇上这位女鬼 和她交朋友 像聊斋故事里那样 可以让她纵体入怀 以解常年不和女人打交道之可 总之各种想法都有 本来宁静的夜晚 反而变成纷纷扰扰 管理所的干部不得不追究 便责成我在小组做检讨 我开始认为 我不过把别人遇见女鬼的事 告诉了人 这是自己不小心 以后小心点就可以 哪里知道许多人认为不够 要追出是什么思想支配 我说是迷信 造谣等还是不行 最后联系到这是反动思想 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等大帽子都扣上了 在平日犯比这严重十倍的错误 也不过是追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追到底了 因为还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便是承认自己还在和共产党为敌 像我仅仅把别人告诉我遇见女鬼的事 天上一句这里原来是有一条胡同 是女监狱 顶多是正是这里可能出现女鬼 这与国民党扯不上 照理讲已经过了头 可以不再追了 平日一向爱或悉尼的方静突然发言 说我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没有暴露真实思想 这个从黑湾里杀出来的李逵的两句话 立刻有很多人同意 非要我再认真找出思想根源不可 我一看是这位人兄 立刻联想到是我常和他开玩笑 想借此整我下 我这时灵机一动 便答应再检查 一定挖出真实思想来 学习组长和担任记录的便和全组都认真听我的真实思想 我轻轻地咳嗽一声 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两个亲眼看到了女鬼的人都不像人说 我为什么就加油添醋来传播呢 这与我生理上的特点有极大关系 其真实根源便在这里 也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 既然经过大家帮助 我相信也能得到组织上的原谅 我只好不怕丑和盘拖出 也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最严重错误是十码九怪 说完 我故意做出很为难的样子 许多人便鼓励我 管理所的领导一再讲过 什么坏思想只要敢于说出来 就是好的表现 也就是说明自己与这种坏思想一刀两断 再不会重犯这种坏思想支配的错误了 快说吧 我长叹一生之后便说 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思想 的确与所有的人都不相同 我受这种思想的支配 自己也感到十分痛苦 想要一刀两断总是断不了 不但今天断不了 这一辈子也断不了啊 我说完又停下来 一些好心肠的同学又鼓励我 只要说出来 随时警惕 便没有丢不了的坏东西 我便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 这便是多年来 成千上万人总结出来的一个伟大结论 虽只有四个字 可是这是真理 他们越听越感兴趣 我最后把我这次犯最严重的错误说出 是十码九怪 这四个字刚一出口 全组十多人都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但在那种严肃的生活检讨会上 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最使他们忍不住的是我再补上一句 我是属于九怪中之一 只有七号同学 方静的代号 是那一个不怪的 学习组长 特别是同组的学习委员王耀武 怕再发展下去没法收场 便指出我犯的错误是传播迷信 扰乱人心 影响学习十二个字 同时要我保证不再犯 如果再谈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了 我当即提出保证 绝不再说女鬼的事 君子一言为定 我以后便未再说过 有好奇的人问我 我也摇头不答 今天 我还是遵守自己的诺言 只把它用笔写出来 而不用嘴巴讲出来 我也希望看到这一段的 只能看看 顶多笑笑 可不能讲 以免犯原则性错误 仅请牢记 牢记 方静今年已八十多岁了 身体还很健康 不但是为人之祖 而且以四代同堂 说也奇怪 他脸上的麻点也看不清楚了 可能是老头的减皮皱纹多 掩盖了那些圈圈点点 当然 我也是为人之祖的人 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 去和他认同麻 而是和别人一样 看到他的时候 总是刻刻气气的叫他一声 方老 您好 贪婪成性 军长仍爱小偷摸 我一生见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 又天生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 遇到什么少见的事 总不惜费功夫去调查 研究 分析一番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 成百的前国民党将军和党政头头们集中在一起 真可说是人上一百 五颜六色 不但什么样的人都有 而且什么样的事也会不断发生 我十分赞赏前人一句话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在这一回中写的两位前国民党将军 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怪事 我分析的结果 就是根源于这八个字 今日西风肖瑟慎 过去说这句话来形容人的个性难改变 与江山一改不容易联系起来 而1940年以后 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摧垮了 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政权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震惊了整个世界 可是在有些人的头脑中起的变化却是很少 甚至有个别人还是原封不动 不信的话 请看我以下讲的这两位将军吧 国民党嫡系66军的军长 安徽老母之也 安徽合肥人叫鸡为之 如飞鸡叫飞之 老母鸡叫老母之 所以一般人便习惯的叫合肥人为老母之 这是有根有据的 他戏张志忠的旧部和同乡追随张多年 张代表国民党到北平来与共产党和谈时 国民党不肯接受CP提出的八条 和谈破裂 而代表团提出愿意留下来不回去 却得到共产党的同意 这种事古今中外恐怕也是少见的 所以不但当时全国震动 全世界也认为是想象不到的大事 怪事 张志忠不但自己做了实时务的俊杰 也希望自己的旧部能成为随机应变的英豪 所以他便亲自写信劝这位军长起义 而这位军长开始还认为国民党还有半壁和山 胜败未决 万一国民党在美国大力支援下 能以长江位界偏安下来 总比投降到CP方面去过那种艰苦的日子要舒适的多 所以他接到张志忠第一封信时 还是无动于衷至少是想看看风色再做打算 谁知他的部队一经与人民解放军接触便溃不成军 这时张志忠的第二封信又送来了 他便如同落在水中抓到一个救生圈一样 立即决定举起白旗了 解放初期对起义投诚与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愿意留下工作的大都是派到解放军的军事学校去当教官 少数是留在原部队任职 也有一些人愿意回去由地方上安排工作 这位军长已决定了走后一条路 据他告诉我 因为他多年来弄到不少的钱 在家乡不但买了大量富阔的粮田 山林 房屋 而且做了一些可赚钱的生意 回家去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过一个舒舒服服的晚年 何必再去当什么教官 当然 他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同一儿结甲归田了 大大出他意外 运动一个接一个 使他越来越恼火 他回到老家 不但粮田好的要分给农民 连山林也不能属于自己所有 过去故宫开设的粉房等也顾不到人了 他这一气非同小可 便和当地的政府大吵大闹起来 他认为他既是起义的 就不能分掉他的田地 虽然地方政府一再向他解释 土改是全国一致的 连张志中的田地也一样要分给农民 不让他退还过去所收农民的大量押租金 已经算是照顾他了 他还是不同意 说要自己种自己的地 不能分给别人 这一要求也得到同意 就是只能按他自己全家的人口来分配田地 不能多分和雇人去种 当然 要他放下架子去种田 放弃回家享福的思想 是一万个也不能答应的 最后只好随大流 把多年积累别人的血汗钱换来的这些东西都让出来了 他为此而日夜不安 而且越想越不是滋味 便决定采取报复办法 来一个让分到他的田地 山林的人也不能好好过下去 据他说 他采用的办法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到原属于他的山林去走动 突然大叫狂奔向山下跑 许多人问他为什么惊慌 他说看见一个全身长着红色毛发的怪人追他 幸亏他发现得早 跑得快 才没有被追上 他在家乡说话一向有些人相信的 经他这么闹了一下 许多人便不敢再上山去打柴挖猪草了 害怕碰上那个毛人 这一记得逞之后 他又造谣 说他家那口大水塘夜晚有水鬼爬上岸来 拖人去下水 这样弄得许多人再也不敢起早贪黑去田里工作了 他却自以为这一下算是出了一口气 只等机会再狠狠整一下分到他田地 山林的农民 CP的干部是不信神信鬼的 很快便证实了山上既没有毛人 堂里也没有水鬼 并且查出这些谣言是他放出来的 便找他去谈话 想劝他不要再这样做 他一听就火 心恨就愁一起涌上心头 便向劝他的干部拍桌子大骂 干部指出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还批评了他几句 他更不服 差点要动手打人 这样便被捉了起来 因为考虑到他毕竟是起义有功 这时还不便给他判刑 所以送他到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因为这里既不像监狱 而且生活待遇都很好 可是在他心里还是一直愤愤不平 而认为是人道矮言下 不好不低头 只能逆来顺受 他的这种思想终于在一篇强暴上表达出来了 有天他看到院子里的几株与美人 在雨中被淋得抬不起头来 于是写了一首七诀贴了出去 往来离下托终身 屠赋人间最艳名 今日西风萧瑟甚 满怀青泪暗中青 由于他平日和我还能谈得来 加上我又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坚持原则 爱祸悉尼的人一向斗争性不强 所以当他把这首诗给我看时 我知道他是借花来发泄自己 我不但没有劝他 更没有指出他的错误 还答应和他一首 我的诗也是用勇于美人花做题的 我没有用今日离编詹语录 明朝接下慕恩光一类感恩戴德的话去启示他 而是用了项羽当年发号歌 于兮于兮奈若何 美人死后名花在 不似当年健壮多 这四句话的含义 不过是想说明国民党已完蛋了 我们也是等于左死今生 而这一次活下来 却再不能和过去一样 跃马横歌 耀武扬威 就这样无声无息 并并奄奄地过下去 用不着留恋过去而流泪了 他的诗纲一贴到新生原地强暴上 立刻引起了不少会看问题 立场坚定的先进同学们的注意 我本来可以不再贴出去自找麻烦 但因为有言在先 我要和他一手 而且没有劝他不贴 所以我明知会挨批 也随后把我的也贴了出去 当时在管理所新生原地弊报上贴东西 可以说是相当民主的 谁想写什么都可以贴出去 错的东西自然会有人来写东西纠正 打笔墨官司的事是常有的 第二天 批评他那首诗的文章 一下子便有十来篇 大都是指出他借勇于美人花来发牢骚 把接受改造说成是寄人篱下 他过去是有本领有名的人物 线下被埋没了 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是 东风压倒西风 今天他是感到了被东风压倒的西风 潇潇瑟瑟 难过一场 但又不能反抗 只好暗中满怀热泪偷偷地流 当然这是不认识过去的错误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 牛虽丢仍得捡回牵牛绳子 我呢 可能是一些先进同学不愿分散精力和转移目标 放过主要矛盾 或者是我一贯温情主义 不愿得罪人 所以都比下流情 没有指名道性地批评我 只是在批评他的时候带上一两句 如这种借题发挥是别有用心 随意去随声附和等于鼓励别人犯错误 等等 所以我就不用做检讨了 这位军长真可说是祸不单行 他的检讨会还正在他的小组内进行时 他为了寻找东西 不慎把一个布包吊在地上 当他那组的学习组长好心去帮他捡起来时 可能是由于做贼心虚的缘故 他急忙去接 对方还没松手 两人一拉 布包被打开了 掉到满地的竟是几十颗衣扣 几卷棉线和大大小小的布片 这些东西都是他在缝纫组劳动时 自己背着人拿回来的 特别是那些补衣服的新布片 比较完整点的他都拿走了 这一意外发现立即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 因为平日我们的东西甚至日记本等都没有人检查 这回却不能不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布包 只合来一次检查 结果竟发现了出人意外的大量公物 有些是洗衣族洗晒的床单 背套 较新的衬衣裤等 清出了一大堆 管理所的负责人决定把这许多东西陈列出来 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 让大家看后 结合正在开他的批评会扩大一下 有别的组也派人参加对他进行帮助 我便是派到他那个组去参加他的批判会的 我清楚的记得 当有人指出他拿公物是什么贼骨头等一类名词时 管理员忙出来纠正 说这只能是小偷小摸或撕拿公物 大家的批评我就不讲了 因为太多太长 我只讲他接受批评后 对撕拿公物所做的一些检讨 而且是大家勉强通过了的 他一开始就承认 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 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 他带的一连兵从来没有满园 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并故的 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存心吃缺 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多二十 当团长 师长便越吃越多 当了军长 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据他检讨中承认 吃缺弄的钱并不太多 而使他发了大财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他允许奸商把禁止运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去的东西都运过去 当时日本最缺乏钢铁一类物品被列为资敌的原材料是严禁通往沦陷区的 他因为可以得到很高的贿赂 便允许一些奸商通过他的房的运出去 这种外快是位数可观的 抗战胜利后他又发了不少的接收财 因此成为富甲全乡的财主 由于过去一向贪财 解放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 山林被分给农民了 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 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 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 准备将来出去时 能够便卖一点钱 按照他的原话说是 牛虽丢了 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 总比空着手好一些 所以看到什么都手痒 我过去没有带过兵 听到他讲当连长就吃缺 我不懂怎样吃法 他曾告诉我 每到发响时 如上面派人来点名 他就向别的连长那里 去借几个口齿伶俐的兵来代替 当然得给这些人一点好处 不机灵的是不能用的 如他本名叫张三 让他顶李四 点到李四就得由他答应 否则会露马脚出问题 而连长与连长之间都是互通有无 就不用酬谢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 像这样江山移改 本性位移的人为数还是不少 在下一回中我再举出另一种典型人物 恶习难除 战犯依然惹不起 特赦必须确已改恶从善 我自从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战犯改造所建文以来 曾接到港澳和海外一些亲友们的来信 除了说好说坏的外 多数是劝我笔下留情 不要太让一些人的亲属感到过分难堪 我为此曾考虑再三 所以这次两位军长在我的笔下没有指名道姓 而只把他们过去带过的部队番号写出来 使知道他们的人或记得这些番号的人一看 就能一读此文及知其人 不认识他们的人 也不会认为我在随意编造 看了之后 也有此中有人 呼之可出之感 以下说的是一位属于非国民党嫡系的杂牌子 五十一军军长 我刚一到北京 就有人善意告诉我 这里有四个大恶霸 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 我同意后一种称呼 因为我知道 就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 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 在战犯管理所内 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 还有这种人存在 顶多是蛮不讲理 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 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 这比较恰当些 开始我还是有点不理解 也不完全相信 成了战犯还会有这种 使人闻而生畏的雅号 什么原因能让他们长期存在下去 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得到特赦后 于1964年秋天 我和杜玉明 宋希莲三个人 因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人的邀请 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去东南和西北几个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我才弄清楚 原来如此 过去我是这里的阶下囚 这次是这里的做上课 身份不同 自然可随便问东问西了 当我把这件事提出来 管理所的负责人便很直率地告诉我 战犯所在成立之前 上级领导便早估计到 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横行霸道惯了的人 要一下子把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 是不大可能的 必须一步步来 而且主要是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 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 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以教育 如果一开始就用强制手段和高压办法来改变这些人那根深蒂固的个性 后果只有两种 一是反抗不接受 二是伪装起来 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 一旦欲有机会又固态富盟 所以管理所的干部们既要对这些人加速改造 又要有耐心 务必要使只能自动自觉甘愿接受教育 这样才能巩固采用强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当然 他们估计 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 在集中来加速改造 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 但位数不会太多 不怕他们 因为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 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 听了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否则真不易理解这种苦心 我过去只是片面的想 在社会主义的监狱中 特别是在战犯改造过程中 这种人还能不受到严厉惩罚 原来是希望他们能自己认识这种错误 好彻底改变 因为特设应主要具备的条件是 却已改恶从善 这个却自是说明彻底 根本和实实在在 不是一时或一时改了就通过了的 我知道 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设全部在押战犯而给设了出来 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达到这个条件 三个惹不起棋逢敌手 现在让我来谈这位51军军长吧 他在四个惹不起的战犯中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 他得区区第三位 因为还有两个比他更要横满一些 连他也不能轻易去惹 真是墙中更有墙中手 我亲自看到在分菜时 他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的大小 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 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 那就得遭到他一顿批评 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 直到别人认错给他添足或调换之后 他才肯罢休 其实当时我们是按中造标准 每餐饭都有荤菜 许多人吃得肥头大耳 大富便便 而他却是每次都得计较 而且非比别人多一点不可 北京战犯所的寝室和学习室外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四周都准备了几条粗签丝 给战犯们晾晒衣服 被褥用的有一条向着正南 冬天几乎大半天都得到太阳照射 许多人都喜欢在这条纤丝上晒被子 有一天早饭后 这位第三号惹不起懒洋洋的抱着被子去晒 一看这条纤丝中间日照最长的那一段 已有两条被子先晒在上面 他走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 将自己的搭在中间 很得意的看了一看 正要转身走时 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 有两人气势汹汹的跑了过来 一边一个把他拉了回去 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 他一向不示弱的 当然得回敬几句 那两个毫不客气 把他的被子从千丝上拖下来 向地上一摔 又去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 有一个抬头一看 因为他的被子被推动时 将千丝上的灰尘擦在上面 有一道黑色的痕迹 另一个也同样发现 两人便不约而同地走过去 三号惹不起 正在把摔在地上的被子 拾起来用手拍去粘在上面的泥沙 口中还在小声嘀咕时 那两位便揪住他 让他看两条被子上擦的东西 我赶忙跑去 想劝开他们不要吵了 那两个理也不理我 却从他手上 把他抱着的被子抢过来 再次摔到地上 这还不算 美人还在他被子上踩了一脚 我以为这样一来 非大闹一场不可 没想到这位惹不起竟不再作声 而赶紧抱着被子走到西边的千丝 上去打拍灰土和脚印 我开始还弄不清楚 以为是他自知理亏 不敢再和人吵闹 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我 今天算他倒霉 他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 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 否则他是不会让步的 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 是处处想显示出他比别人思想进步 态度积极 有次在批判第三兵团司令张干的会上 他又叫又骂 和别人摆事时 讲道理完全不同 张干一向爱搞迷信活动 过去只是在小组会上帮助他 他不接受时也没有准备开大会批判 这次是他在学习发言时 强调他和CP一样是反奖的 奖的下台还是贵系逼下去的 他与CP是同盟战友 不应当把他当成敌人对待 虽然有人帮助过他 说贵系反奖是国民党内一派一系的利益 与CP反奖本质上不同 他不接受而坚持他的那一套 所以才开大会来批他 有些人发言对我很有启发 也有说服力 如指出贵系逼讲下台 有李宗仁代总统 同样不接受CP提出的八条 白重洗在华中 同样继续与解放军激烈战斗 虽把张干博的哑口无言 但他仍不认错 仍坚持他的说法 这时 这位第三号惹不起镜比一 二号都表现得更左 连连拍着桌子叫张干 站起来 管理所干部虽早在旁边 从没说过一句话 但听到叫张干站起来 不准他坐下 才指出不准做事错误的 并说被批评的人一时想不通 可以回去慢慢想 同时宣布 结束这次批判会 等张有了新的认识 或不肯接受大家的帮助时 再做研究 会后 我便听到不少人告诉我 这位惹不起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 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 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 他就可以吵个不停 甚至能无休止的胡搅蛮缠 几天十几天还不罢休 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 他才在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的掩护下 自己表示要加勉 加勉 他自己究竟有什么事 也被人抓住了小辫子呢 说来也实在有点出他的意外 如果用弄巧成捉这句话来形容他 就最恰当不过了 编很多恨国民党理由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近百名战犯中 我与前热河省主席孙杜 唐继尧的妹夫等几个人是受人注意的 本人虽然是在快解放时 才当上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的 但还是被人列入总司令这一级的范围 处处都得留心点 怕被那些假机级作为靶子来射击 以表现他们比别的人思想进步和立场坚定 我一到北京 怕当把子的包袱立刻放了下来 这里当过总司令 集团军总司令 兵团司令 省主席等一类大人物多的是 我就变成了一般群众了 由于自己没有包袱 便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周围的人 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套高明的手法 这就是和下棋的人一样 善意者 谋士 不善意者 谋子 他们眼光放得远些 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正派 不禁禁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 老老实实在学习 极少数的人 如那几个惹不起和假积极 便是像初学下棋 只看到一步的人一样 以为只要有斗争性 敢批评别人 对一些有坏思想言行的人敢于揭发 斗争 就会很快得到信任 而且认为越左就越能表现进步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一百多名国民党党 政 军 特的头头 既是九闯江湖 更擅长搞两面三刀 但不少人慢慢懂得 过去那种把别人当垫脚石往上爬的办法已不适用 所以和人拍桌子 瞪眼睛 伪装进步 都不屑为 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惹不起 都尽鬼神而远之 但是一旦发现这些人犯了真正的原则性的错误时 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绝不会放过他们 有次 这位第三号惹不起在学习发言中 不知怎么尽得意地称 他在解放前 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CP胜过十倍 立即有人盯他一下 此话当真 一点没有错 再说一遍 他又重复一次 许多人便一字一句记了下来 接着 一阵质询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朝他射出 主要是质问他 既是那时就有那种思想 为什么不投降起义 而要顽抗到最后才化妆逃走 遭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 被解放军活捉了 还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五十一军的军长 这些话问得他答不上来 只好使出他那仅有的一点 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 论吵架骂人 许多人的确不如他 但讲道理 百事实 他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 当然结论是 太不老实 这顶帽子 他誓死也不肯接受的 可问题并未结束 经过他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 终于又编出一套 他恨国民党胜过恨CP的所谓理由 听听也是令人发笑的 第二天 他哭丧着脸 也可能是事先在手帕中浸上一些生姜汁等 一开口 一抹脸 居然会挤出几滴眼泪来 他突然变得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了 他说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 一向要受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 打仗党头阵 住房却是最差的地方 说着说着竟然气不成声 有知道他过去情况的便表示对他同情 还答应替他说出他这一思想的真实来源 在场的人知道这是在准备接他的老底 都同意由那位同学来替他说明他为什么会恨国民党 那位同学只谈了解放前一段时间的情况 五十一军原来是防守长江一小段 解放军横渡长江成功后 这个军便奉命调到上海去担任防守 他这个军在长江战役江北桥头堡作战时 被歼灭了两个团 败退中又损耗一个多团 残部于五月初到上海不过六千余人 所属的四十一师和一百一师三师的师长 在撤退中先后因擅自脱离战场指挥部被撤了职 一百一师三师师长后由汤恩博派被歼灭了的第四师师长调任 四十一师师长则由副师长生冲 这位军长的确是有点感到委屈 为什么他还愿意再去冒风险呢 他原来以为调到上海后可以大大捞上一大把 便出国当预工 因为他早听到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时 曾在上海强制收对了大量黄金白银 加上上海资本家不少人手中还有大批美钞 黄金和贵重物品 反正上海迟早肯定会守不住 只要手中还有枪杆子 不愁无发横财的机会 所以再受气 也得忍气吞声不放弃这一大好时机 但出乎他意料而使他大感恼火的 是他把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拖到上海后 上海防守司令石绝和金户航警被总司令汤恩博 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穿沙方面 接替三十七军罗泽凯布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 这等于给他当头泼了一瓢冷水 使他气得两眼发黑 去吧 不但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 什么油水都没有 连居民也都牵走了 不去吧 军令如山 怎敢说半个不字 同学指出他只为个人厉害 由于军长垂头丧气 部下就更加不安 除了士兵不断开小差外 连军部参谋处科长一级的校官和议店员 司书一类位官都陆陆续续不辞而别 且几乎每天都有 军部在上海交通大学驻扎了几天 便于1949年5月12日一早 全部开网川沙去街坊 据那位揭发他的同学说 他出发前还一再回头望着 他认为遍地是黄金 美超的上海市最后才用力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气愤愤地走了 该军驻防白龙岗等地才四天 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 他便召集两个师长到军部商议 决定于16日薄木后 利用黑夜全军向高桥镇附近撤退 目的是希望能保留一部分兵力 慢慢撤退到上海市区后 还有点力量向不逃走的商店老板们逼出些财物 再逃往香港等地 这下半辈子就不愁没钱花了 这位军长的如意算盘刚刚打定 没料到他所部两个师长更想抢先一步捞上一把 部队一开动 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的先溜走了 部队没人指挥 他才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 天黑下来变高一脚低一脚向上海市区跑去 当他正慌慌张张乱窜时 解放军已把这几千名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的士兵包围了起来 因为他换了便衣 又在黑夜 他部下士兵还以为是解放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 就朝他放了几枪 幸亏他一听枪响 马上卧倒 才只擦伤一下肩头 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 他也落入了解放军手中 第二天天大量之后 他才被自己部下指出来 他就是五十一军军长 正当他认为这一下非死不可时 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优待 不久就平平安安把他护送到了上海 他一到上海 与几个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时 有人告诉他 不但汤恩伯 石绝等跑了 连三十七军军长罗泽凯等都在混乱中弄了不少的钱 逃到台湾去了 据说他听到这些情况后 的确大骂过石绝 汤恩伯等人 不该要他去接替三十七军防地 结果才没有发到反而成了俘虏 要是让他在上海市区住房 他不是也和罗泽凯一样到台湾去享福了吗 既有人能当场证实 他的确骂过国民党几个高级指挥官 他仿佛像落水人抓到一把稻草一样高兴 许多平日不爱乱讲话的同学 却一针见血指出 他为了个人厉害而恨透几个人 不等于他恨国民党 他反共反了那么多年 更不能恨国民党超过恨CP 这种自欺还想欺人的手段 只能够证实他极不老实而已 一贯爱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的人 给别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 这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 聪明一点的人大都是承认错误 检讨一阵 最好是骂上自己几句 一般就可以过关了 如果要和全组或多数人去胡搅蛮缠 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是很难顺利解决的 因为都是有一套的人 反正没有事做 天天开别人的会 这是轻松愉快的事 这位军长本来就不太高明 他还是想使出他那一套办法 结果越这样越过不了关 一连三天 他正在感到气馁时 管理员突然宣布结束他的批判会 叫他自己再去好好认识了一下 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对同学们的帮助 不应当采取对抗 要虚心一点 考虑别人为什么要那样提意见等 他听到这些话 真是喜出望外 我翻了那几天我写的日记 我把它最使人感到可笑的话 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作为本篇的结尾吧 他说 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CP 你们批斗了我三天 说我不老实 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话不但是对的 而且应当提高一步 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人 而帮我解围的却是CP人 我今后应当说 我永远恨国民党 永远爱CP 我轻轻地收拾好我的日记本 准备和读者们一起笑他几声 我下顶了我 我一定会得到 你只要能听说 我再读者们 我再读人